原因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由此我们就明了了 在中国 过去现代都是 总的原则就像一个国家宪法一样 这是总的 是佛陀这个金藏里面的略藏 这是总的 只要不违背略藏的原则精神 条文是可以修订的 是可以自己来制作的 贝障大使的清规就给我们做了很好的典范 很好的启示